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电影《没有一顿火锅》解决不了的是开机、杨幂、于谦等主演。 女星杨幂又进组了。 这次不是眼仙侠剧,而是出演了喜剧电影《没有一顿火锅》解决不了的事情,搭档的是实力派演员于谦。 随着影片开机,首款概念海报也正式曝光,戏台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火锅,但周围摆放的菜式颇有些不同寻常。 幕布后伸出的四只手,代表故事中的四个主人公,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不同风格的筷子,似乎也暗藏玄机。 四人看似要分吃火锅,而地上摊着的一只手,暗示了这绝非是一般的火锅局。 一旦大幕拉开,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。 据悉,影片讲述了一个记里有记,局中有局,人算不如天算的故事。 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后台库房分赃,竟意外牵扯进一桩命案,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翻滚着层出不穷的悬疑,贪婪和欺瞒引发连环逆转。 最终,四人特殊身份渐渐浮出水面,神秘的真相也呼之欲出。 2月8日,杨幂于谦参加了开机仪式,当天杨幂的造型引发不少网友的热议。 杨幂头戴喀色针织帽,身穿黑色棉服,帽子里面戴的估计是假发,这样可以修饰脸型。 仔细看会发现,杨幂穿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校服,这次没有穿大牌,显得低调了很多。 已经36岁的杨幂这一身打扮十分动灵,整个人白到发光,尤其是她的帽子造型,瞬间让人梦回仙剑三雪剑时期。 有网友直呼,完全不敢相信这是2023年,十多年过去了,杨幂的样貌丝毫没有任何改变。 两张照片对比,发现确实没什么变化,可见女明星在脸上确实花了不少功夫。 虽说杨幂的造型很漂亮,但仔细看会发现,鼻子的伤根很粗,一眼望去不是很自然。 其他人都是大方微笑,但杨幂却只是抿嘴笑,给人一种比较僵硬的感觉。 离开了滤镜,杨幂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了,嘴巴有些吓她,状态并不是太好。 同样是八十五花,作为杨幂曾经的好姐妹唐嫣,付出后的她越发甜美。 有人说,唐嫣结婚后更加好看了,而杨幂则变得十分刻薄,脸也越来越僵了。 前不久,杨幂录制了一段贺新春的视频,整个说话的过程中,杨幂一直绷着脸,丝毫没有笑容,被吐槽不情愿。 有人猜测,杨幂不是不笑,而是笑不出来,估计是刚打完针,不能做大幅度的表情。 赵丽颖也录制了一段这样的视频,画面中的她笑容甜美,与杨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据悉,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是一部悬疑喜剧片,刚传出由杨幂出演时,很多人并不看好。 听电影的名字,就知道是一部低成本剧,估计比较难撑起票房。 影片的导演丁盛有不少代表作,不过她的剧都是以男性风格为主,或许杨幂在剧中,只是一个打酱油的乡边女主。 说起来,杨幂已经有两年没有再接拍电影,上一部是刺杀小说家,当时还是在贺岁荡上映,但票房和口碑并不太理想。 其实杨幂也尝试过转型,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 目前这部剧电影已经开机,大家看好杨幂的表现吗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